6月23日 云峰基隆发布公告 主要营业地点之大厦名称 由中国恒大中心更改为万通保险中心 这货意味着许家印失去香港总部大楼 有意思的是 许老板当时买楼的时候 他就是姓万通 没想到时隔七年又叫回去了 而这个接盘人背后 藏着马云的身影 马云给许家印接盘 据媒体消息 恒大香港总部接管人或业主 已在6月12日签署改名文件 正式换标 被用以命名的万通保险 隶属于云峰基隆集团 这是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 创新型基隆科技集团 云峰基隆集团旗下子公司 持有香港证监会授予的 基隆服务牌照 并通过控股万通亚洲 持有香港保监局长期保险业务牌照 及香港强基金 核准受托人资格 2017年 云峰基隆集团宣布 联合蚂蚁金服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机构 赤斯131亿港币 收购美国万通 负责香港和澳门业务的 万通亚洲 2018年 公司正式完成 对万通亚洲60%股权收购 有意思的是 中国恒大中心 前身就叫美国万通大厦 不过 这次新业主 跟之前的可不一样 云峰基隆的母公司 是云峰基隆控股有限公司 由马云和于峰分别拥有约30% 及70%股权 云峰的名称 就是从俩人的名字中 各取一字组成 许老板现在麻烦缠身 总部一主 结果是马云来接手 马云和许家印的渊源 两位大佬的缘分 是从牌桌上开始的 据了解 马云和许家印在香港的住址 都位于金中道别墅区 而且 两家还是邻居 经常一起打牌 商人间的往来 不光为了娱乐 还有生意 两人熟悉之后 就开始琢磨合作 2011年 许家印入主的广州恒大队 在国内外赛场连战连结 当时 恒大被称为 中国足球领域 最会搞房地产的 也是地产行业中 最懂足球的企业 于是 许家印找到马云商量 两人一拍即合 2014年 阿里巴巴耗资12亿元 买下恒大足球 50%的股份 发布会上 许家印还调侃到 我一年前就开始忽悠他 投资完成后 广州恒大队 更名广州恒大淘宝队 2015年11月 两人将恒大淘宝 送上新三板 并亲临现场敲钟 看起来红光满面 而恒大淘宝 也成为亚洲足球第一股 十多天后 许家印和马云 一同观战恒大淘宝 在2015赛季亚冠联赛决赛 兴高采烈 看得相当投入 这场比赛 恒大淘宝拿下冠军 创造三年 两次捧杯的记录 在庆功宴上 大家频频举杯欢呼 马云一高兴把酒喝没了 还一把夺过许家印的杯子 给自己添酒 然而 哥俩再好 机缘足球不可持续是事实 从2014年起 七年间 恒大淘宝就亏掉超80亿 2017年上半年 恒大淘宝亏损6.6亿 成为同期新三版的亏损王 2018年 恒大淘宝被戴帽 成为S7恒宝 并在2020年 走向退市 恒大淘宝发展的一地鸡毛 马云投的钱 也打了水漂 没成想 真的被忽悠了 现在 许家印已经走到山穷水尽 没想到 昔日排有马云 还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接盘他的资产 香港总部曾降价 也没卖出 前恒大香港总部 坐落在香港湾仔 告示达到38号 临近香港金钟 及湾仔地铁站 香港警察总部 毗邻维多利亚港湾 地理位置优越 该楼占地 2138.8平方米 总计26层 2015年 许家印 以125亿港元 从华人之夜 刘乱雄手中 购入这种地标建筑 后改名为 中国恒大中心 这笔交易 当时还创下了 香港最高买卖记录的商杀 恒大则成为 内地唯一在香港 有整栋独立写字楼的 民营企业 刘乱雄则报赚 超120亿港元 因为这是他 仅花了4.6亿元买的楼 按照当时的公告 恒大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支付收购的价款 首付款只需10% 其余价款将分6年支付 每年仅需10% 也就是说 恒大在2021年才支付完 该笔交易的价款 然而 随着恒大陷入债务危机 这栋楼被快速摆上货架 一开始 恒大出售的估价达到20亿元 约合156亿港元 彼时 市场传闻 恒大计划 以105亿港元 卖给月秀地产 但被其拒绝了 2022年7月 市场传闻 李嘉诚的常识集团 欲以90亿港元买楼 这效恒大的初期报价 降低了4成 比买入价也低了近3成 最终也没成交 与此同时 由于恒大曾以大楼做抵押 获得信赢国际76亿融资 后续被信赢国际接管 有媒体统计 自2016年至2022年 该大楼已被抵押融资五次 可谓是许老板的提款机 随后 信赢国际继续在公开市场 放售恒大香港总部 估值约合94亿港元 原定在2022年10月31日截标 但始终未有结果 如今再传来消息 大楼已经更名 这个过程中 许家印或许能回血不少 但较7年买入价 也亏惨了 不过 恒大的窟窿那么大 大概能补一点是一点 活下去 是他目前要紧的事 优优独播剧 deskt 所谓的机构 上有什么 脑